准备要放农历春节的九天廉价了 而原本对于台东的餐饮以及旅宿业而言 已经准备好赚一波新年财 而不过随着国内疫情起起伏伏 台东的餐饮以及旅宿业者 心情也像在洗三温暖一样忽冷忽热 让业者十分无奈 春节九天廉价即将开始 台东的餐饮及旅宿业者 原本用开心的心情要来洗淫金虎年 不过疫情升温让业者实在笑不出来 有业者表示 在去年底台东美家旅宿业者 春节期间都是满房 但在疫情卷土重来 但在疫情重来之后 涌现了一波退定潮 在疫情获得控制之后 又有许多民众打电话候补 如今疫情再次的升温 退定潮再现 让业者大感无奈 这波疫情扩散得快 可能难以在短时间内控制 业者也只能够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恢复大家平常的生活 记者潘俊伟在东西报导